在國民黨的部分呢 我們先來看立法院的前院長王金平 在允諾要出任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 侯友宜 全國後援會的總會長之後 在今天是特別邀請藍營的地方派系人士 要整合挺郭派的人士 來力挺國民黨的侯康佩 那王金平呢甚至還說 期盼藍營的版圖更加完整 同時他也希望這紅海的創辦人 郭台銘能夠回歸藍營 對這個虔誠的心那麼來敦請他 能夠回到這個藍營來 讓整個藍營的版圖更完整 這是我們今天大家共同在這裡 要努力的一個目標 還有部分議長是不是新結還沒有結 是部分的議長 沒有 議長更團結 郭台銘加入組合的後援會 會員會這倒是不一定啦 但是呢 讓他回歸到藍營來 這個是我們最起碼 要能夠達成的一個目標 謝典 你是不是明天要來拜會你 你怎麼知道 跟過去女國派合結了 可以說大概大致上是這樣子 幾乎完整了 幾乎 我們有不足的地方我們會繼續努力 郭董是一位講究大勢大非的人 他會以大局為重 那麼來回歸到支持這個藍營 好 我是羽畢哥 快樂 居夠了 我們在這裡